字幕 李宗盛 亮亮說他現在更開了 更開 更開的意思 看過路會對嗎 整個很開放 小時候 因為從小就很多那種 有神明或是師兄師姐 都會跟我說 你是一個很特別的人喔 然後你 因為他 我曾經有 兩四字是自殺死掉的 我這邊以前有一顆字 就是記號 我把它點掉了 然後呢 他就說你很特別 然後 然後可能以後是跟神佛有緣 要幫神佛辦事 因為我小時候聽不懂啊 然後我只覺得說 怎麼常常看到神明 然後可以看到那個 比如說記功活佛 或是哪個神明生日 他整個臉都很紅 然後我只要去拔杯 我想吃那個蛋糕 不是都有那個粿嗎 那個麵線粿 麵線粿啊 都拔就有 然後呢 可是我媽媽 我媽媽記得小時候 我媽媽跟我說什麼 有神明跟算命師 經過我們家的時候 就跟我媽媽說 不認識的 她說 你這兩個小孩 在十歲之前 絕對不能去廟裡 如果要去廟裡可以 一定要小孩子先進去 你在後面進去 或者是你先進去 小孩子跟著進去 不能同時進去 因為我們跟媽媽的緣分 很沒有緣 沒有緣 沒有緣 這兩個兒子自己沒有緣 真的 不好意思 既然你看得到 看得到未來 對不對 可不可以請教你 她未來會不會再改嫁 不是改嫁 會不會再嫁 她會 因為有時候我們其實 廖老師有跟我交代說 很多事情不能講 可是 天機不可洩露 她會再遇到一個 她喜歡強勢的男人 對 就是要講道理的 她會再遇到一個 強勢而講道理的男人 對 就是可以就是 說服她 重點是會不會再遇到惡伯伯 不會不會 因為你很兇 哪裡有很兇 因為你會講很多道理 所以她不會啦 你老公會很疼你 那廖老師會嫁嗎 廖老師喔 應該是不太可能 因為她戴天命 已經有你 戴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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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天命的人 不能退休嗎 戴天命的人 不會大富大貴 但是你就是 要幫他做事 做到完 可不可以請教你 接下來大肉透會開幾號 0335 3738 不行啦 我自己都沒種了 你不是看得到未來 不是 但是我要跟你 此場對道的時候 我可以看到 會有一個聲音跟我講 那個也不算聲音是意識 意識 跟你說 你明天不要騎機車 你等一下 有什麼 會出生什麼事 或者是你明天會幹嘛 有時候做夢會夢到 比如說同劇組演員拍戲 你今天 我會看到同樣的場景發生的時候 我就知道 下一步要什麼事 他要幹嘛了 我就趕快去跟他講 可是其實不行 對啊 有一個化妝師是 好像在修行的 然後他畫到一半 畫門一半說 亮亮你是不是很喜歡 你是不是看得到未來的東西 我說對 有時候時常對道可以看到 他說 菩薩一直在旁邊跟我念頭 說你不要再跟別人講 因為你跟別人講 你的會消耗你的功德 而且如果你不好 因為那些冤親債主 等了好幾千年 再等了 要可能他可能騎機車會 可能遇到一些差狀 或幹嘛的 等了很久 可是你去講 而且你沒有婉轉的講 我都很直接跟他說 不要騎機車喔 你會受傷喔 可是可能是你要婉轉的 跟他說 可能今天搭公共車 或是搭捷運啊 或者是我們載你 或是坐公共機車 計程車回家 這樣子可能會比較好 了解 不要老師已經在天命 所以你說他比較 要服侍那個神 那現在只能問黃醫師了吧 那黃醫師 接下來就有點難度了 好 黃醫師的這個未來老公姓什麼 未來老公喔 姓王 姓王喔 這個有夠厲害吧 他講到 他上講出來耶 有看到 好 希望不是黃爸烏龜喔 不會 其實你一直有人 跟你視好感 你應該有知道 應該是有一個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姓王 可是是有一個 對你視好感 可是你也是對他 蠻有好感的 那那個男生有結過婚嗎 那個男生現在目前是說沒有 我們現在是我愛紅娘 哈哈哈哈 考驗他公益 那男生對他會很好啦 我覺得你可以考慮一下 自己自己想一下 應該有啦 叫其實看 那男生 然後 你要